我们明天谁做饭要重新规划一下吗 好的 明天我可能比较老火 我会后天或者星期三不 我只能确定明天可以 你们要是那什么的话 我可以连续几天做 弟弟眼里太活了 其实我也可以看你们 大家都在想到底谁跟谁一起做 我进去给他们做不耽误他们 谈恋爱 那我们就换一下嘛 就大家互相换一下 嗯 那我 那你们两座吧 好 我们两座 我周一周二都OK 那从谁你组先开始 那明天那个明天凑凑 你就周二吧 他不行明天凑凑不行 周二你凑凑可以吗 就其实我多做几天都OK 那周三吧 那明天我们两个 那明天可以先做 明天我们两个 可以可以 然后后天我们两个 好 谢谢 几天 机会都给我的 哦 把自己安排得好明白啊 然后星期四或者星期三 你可以的 那我们两个再做 好 就是他照顾了一下 处处的感受 但是我今天买了阴枣 对 我们还有阴枣要做 什么东西 什么时候做啊 明天早上做 明天早上 他很早 就不用啊 你一起嘛 来月子 看了异兴的匿名微博 进入信号小屋呢 从线上到线下 他们在实际相处中呢 深入了解了彼此 第一次约会后 大家终于知道 彼此的社交账号了 可以公开揭晓答案 所以 第一位 那我覺得他的很明顯 她雪豹 我觉得她心理年龄很小 因为你说你去了好多什么地方 然后拍的那些照片 就感觉就很明显 然后她就是 就是过于明显 她就一看就是兔子 反而迪迪感觉心理年龄挺大的 对 做菜这一点就已经我觉得 完全就暴露了 对 就是我们不做菜是吧 对 对 你们俩都不怎么 就都不做 我发现她心里没心没肺 其实你们俩我真的没分清楚 好 那你来说我们 说我们女生 你发了什么 我发了 狗狗 你发了 就海边的照片 海边的照片 海边的照片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樱桃小丸子 还有樱桃小丸子 好 你有没有 大小丸子 人 有人 跟你草 我可以 不接 你 毕严 到 旅行 有 在希腊的传说中 就是在希腊的传说中 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不想被束缚 然后这些人他们就跳到了海里 变成了海豚 向往自由 我想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挺美的 我也觉得挺美的 就是那个很多毛毛狗狗的照片 是女朋友吗 嗯 是 我周末会去做义工 就是流浪狗 然后是这样 你多久会去做一次那个工艺啊 每周 每周都会去吗 基本上吧 以后可以叫上我呀 好 对对对 你还挺喜欢 哦 我跟你讲就是你有一张图片 就是在冰箱里面放了很多的玫瑰花 啊 然后 就前不久吧 然后我看了一个电影叫 《野兽之童》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这个灵感也是来源于这个 是啊 因为我当时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那天然后就去翻了你的微博 啊 我就是觉得被戳到 我就觉得还挺巧的 挺有意思的 喜欢相同的电影 还突然很有话聊 有共同语言 他们俩挺好的呀 开始的缘分不是把他们俩牵在一起吗 麻辣了 哎呀好口渴呀 让我来喝一下这个康师傅茉莉幼茶 哎呦 让我喝一下 你喝一下感觉哪样 嗯 不错 有个茉莉的清香 还有点柚子的甜味 康师傅茉莉幼茶 很适合超越小仙女的气质啊 是 好 好 我说一下回到家里面的那个变化 其实 我觉得西西的那个变化是最大的 因为感觉一回到家里整个人一下就自在了 感觉放松了 对 我以为她会比较在意迪迪 但其实我发现她的目光和关注点都在措措身上 也就是说她焦点已经从迪迪身上转移到措措身上 因为她开始去约会的时候啊 她以为那个礼物是措措准备的 对 西西和钟钟都觉得那个礼盒可能是措措的 所以那个时候她们俩对措措就是应该挺有意思 刚刚西西也说她喜欢动起来的运动 然后措措马上接了说原来准备给打保龄球什么的 嗯 但其中有一个细节是这样的 西西回来的时候说的就是单调 嗯 这个信息量还是很大的 对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一次约会想说规定的很好设计的很好 西浪她会喜欢 但如果她其实都能用到单调两个字的话 我觉得会有点受伤 对 对